女人正在撕脚皮 竟然连着扯起了一整块皮肤 她继续撕开伤口 露出到了木炭般的内线 而皮肤就像是塑料膜 轻而易举地就撕开了大片 再使劲一顿 整个背部就这样被剥离开了 弟弟从噩梦中惊醒 这梦境为何会如此诡异 就在一天前 双胞胎兄弟被爸爸送到了 许久不见的妈妈嫁过假期 两个娃兴奋地冲进妈妈的房间 想和妈妈来的爱的抱抱 可疑进门 房间内光线昏暗 随意放在椅子上 而走出来的妈妈更是奇怪 脸上浸透了一个绷带 语气也带着陌生的疏离感 就连对二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 不和哥哥说话 只和弟弟交流 让兄弟俩更加奇怪的是 想要妈妈和以前一样 给他们讲睡前故事时 妈妈也选择了拒绝 更可怕的是 就在他们睡前谈论妈妈的变化时 妈妈就悄悄站在门口 偷听他们的聊天 白天兄弟俩想去仓库里玩耍 结果被妈妈抓出来 劈头盖脸的大骂一顿 弟弟十分委屈 为什么哥哥也在 却只骂他一个人 哥哥却只是安慰他没事的 还给他细心的上好了药膏 因为白天的事情 晚上弟弟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再次来到了仓库 还看到了一滩干涸的血迹 接着就被一声枪声惊醒 掀开被子一看 自己竟然下尿床了 睡是睡不了了 他来到外面 发现这么晚了 妈妈还在打电话 假装什么 妈妈要假装什么呢 难道这个妈妈 真的不是亲妈妈 弟弟连忙躲进了被子里 好在没有被发现 第二天弟弟把晚上 看到事情告诉了哥哥 兄弟二人趁妈妈 在客厅睡着 悄悄溜进了妈妈的房间 房间里窗帘紧闭 床头柜里也有很多药物 而兄弟俩的照片 则是被反扣在桌上 接着弟弟又在 垃圾桶里找出一张 被捏成团的纸张 打开一看 竟是之前送给妈妈的花 突然妈妈推门进来 弟弟立马躲到了柜子下面 只见妈妈摘下了头上的头套 可还没等他们看到妈妈的脸 妈妈依然又照上了新的头套 随后妈妈在地上发现了 刚刚那副吊在地上的花 想都没想 就一脸冷漠地撕掉了它 妈妈的奇怪 让兄弟俩陷入了迷茫和无助之中 这时哥哥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为了佐证自己的猜测 哥哥找来了妈妈以前的照片 然后偷拍了现在的妈妈 这一个对比 他们发现之前妈妈明明是绿色的眼睛 而现在的妈妈 眼睛却是蓝色的 不对劲的地方越来越多 这个女人真的不是他们的妈妈吗 晚上 弟弟躺在床上 重新看起了以前 妈妈温柔唱歌哄他们入睡的视频 正沉浸在幸福中时 妈妈却冲了进来 以为她拿着手机 是要和爸爸联系 拿走手机后 妈妈直接把手机给搅碎了 看着这个疯狂的妈妈 兄弟俩很是害怕 为了能让彼此睡个好觉 两人手拿完锯枪轮流首页 半夜弟弟上厕所时 看见妈妈房门透出的光亮 又悄悄摸了进去 妈妈这时终于摘下了头套 正敷着面膜泡澡 弟弟准备趁他闭眼时 撕下他的面膜确认 只见弟弟慢慢伸手 弟弟转身逃回了房间 用柜子把门堵了起来 结果妈妈在门外 直接用撬棍砸坏了门锁 闯了进来 妈妈显然也是被逼急了 弟弟的这番话 把妈妈给气疯了 他拖着弟弟就来到卫生间 一把将他扔进浴缸 打开花洒就开始领他 还逼弟弟大喊十遍 你是我的妈妈 被关在房间外的哥哥 只能听着这一切 却帮不上忙 晚上弟弟做了个噩梦 他梦见妈妈竟然脱下了自己的皮肤 变成了一个全身漆黑的怪物 被惊醒后哥哥认为 兄弟俩不能这么坐以待毙 决定带弟弟出去找人求助 可刚出门没多久 外面就吓起了瓢泼大雨 他们只能找到一个 废弃的房屋躲避一晚 可没过多久 弟弟却发现哥哥不见了踪影 他拿着手电筒在房子里不断寻找 黑暗中好像他又回到了仓库里 突然手电照到了玻璃上 赫然出现了一个手掌印 弟弟已经吓得没火了 再一回头 弟弟惊恐地摔倒在地 不断往后退 眼看着怪物就要爬进屋里 突然弟弟就被人叫醒了 原来刚刚他还在梦境之中 眼前出现了两个警察 他们询问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随后两人将这几天的事情 详细地给警察描述了一遍 并说觉得那个戴着头套的女人 一定不是自己的妈妈 警察听完后 决定和他们一起回家看看 警察带着他们开车赶往了家中 可刚到家门口 妈妈早就摘下了头套 一脸焦急地守在了屋外 而那张脸确实也是妈妈的脸 警察进屋后 和妈妈交流了一番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随后就离开了家里 可重新回到家的孩子 却怎么都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现在的妈妈看起来十分正常 和前两天的妈妈一点都不一样 两人正一谋的时候 妈妈又走进了他们的房间 见孩子不理他 妈妈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可等到第二天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的手脚 都被绑在了床上 怎么都挣扎不开 接着弟弟拿来那张照片 说你以前眼睛颜色不是这样 妈妈解释到那是因为带了美瞳 可很明显弟弟没有相信 他接了一桶水直直地倒在了她的头上 同时还问他到底把妈妈藏在了哪里 见妈妈还在辩解 他又拿来了那幅被撕坏的话 并拿着那幅话说 你根本就不是妈妈 结果被绑在床上的妈妈竟然哭了起来 看着母亲弟弟有些犹豫 可哥哥却一直说他就是假妈妈 就在这时 那两个警察再次来到家里 被五花大绑的母亲拼命发出声响求救 可无外的警察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 弟弟也将对方招呼走了 两兄弟正准备收拾行李离开时 弟弟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他翻开妈妈的背包 竟然找到了一副绿色的美瞳 你必须让我解释 此时两兄弟的想法发生了分歧 弟弟推开哥哥的阻挠 飞奔来到妈妈房间 给妈妈解开了绳索 母子两抱在一起后 弟弟不断地和妈妈道歉 并说都是哥哥一直在欺骗他 做出这些伤害人的事情 妈妈也没有怪他 只是似乎若有所思 随后妈妈说我要你和我去个地方 两人下楼后 哥哥不见了踪迹 但妈妈好像也不担心 他提起油灯带着弟弟走出了门外 他们来到古仓 打开了上锁的大门 弟弟跟随妈妈的脚步走了进去 在妈妈的话语中 这个家庭的秘密被再次揭开了 原来弟弟身边的哥哥 一直都是他自己幻想的 当年兄弟二人在古仓里玩耍 以为枪里没有装子弹的弟弟 对哥哥开了枪 失手杀害了哥哥 从此弟弟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因为愧疚所以幻想出一个哥哥 想象哥哥一直还在自己身边 而妈妈在这场痛苦不久后 先和爸爸离了婚 接着又发生了一场车祸 痛失爱子和毁容打击 让他也性情大变 同时也忽略了弟弟的内心变化 可现在的弟弟还接受不了 如此惨痛的现实 这一次 弟弟又再一次失手 伤害了自己的至亲 妈妈就这样掉下楼失去了生命 弟弟走下楼 看着妈妈没了动静 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可还没等弟弟反应过来 灯里的火种就点燃了干枯的稻草 他独自跑了出来 而身后的骨仓 已经变成了熊熊火焰 没多久就坍塌为废墟 弟弟看着眼前的大火不知所措 等他再一转头 身后赫然站着死去的妈妈和哥哥 他们微笑地看着他 妈妈将他再次温柔地抱进了怀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改编自奥地利同名电影 但原版的很多大尺度镜头都已经删减 规避了一定的暴力血腥 更倾向于美式的温情惊悚 靠反转的探索来引领剧情 看完后小编想说 片中创伤后的治愈 提醒我们孩子的心理健康不容忽视 否则将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影片叫做晚安妈咪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